欢迎继续收看今天的十点不一样 我是钱丽如 我们继续来聚焦的是台北市长候选人的辩论会 防疫成为这一次的炮火焦点 蒋万安向陈时中提出了七大疑问 而黄珊珊则是猛攻陈时中挡疫苗 人民不会原谅他 陈时中则说身为防疫指挥官 他已经不是他 为彼此加油 台前合影 三人握拳为自个儿加油 黄珊珊的拳头主动先靠近 这次三人距离最近的瞬间 先礼后兵 辩论一开始就火花四射 疫情果然成为主战场 为什么三加十一的关键会议 没有会议记录 为什么疫苗采购合约要封存三十年 为什么民间要采购国际疫苗 采购过程频频受阻 你又来了 装睡的人叫不醒 问了三次 其实就有一点多余了 大多数的台湾人民 永远都不会原谅 在疫情最严峻 最需要疫苗的时刻 还用意识形态阻挡疫苗 进口的人 至少我不会原谅你 我没有阻挡疫苗 我是全世界最想把采购疫苗过程 公租一室的人 如果要我为了慎选而破坏这些规范 害台湾失禁于国际社会 我做不到 我不是一个冷血的人 我身为防疫指挥官 唯一能思考的就是台湾 就是大五 我已经不是我的我 防疫旅馆争议 陈世忠也收回对黄珊珊的票窃说 我不会再用剽窃这两个字 来形容这件事情 我不应该去争论这是谁的功劳 黄珊珊则是功篮又打率 在公厕全面换装免制马桶 对市民来说是多么的不切实际 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深蹲换公车票 少子化人绿白交锋 三宝宝蒋万安拿自己当例子 试图引发共鸣 过去一整年台北市的新生人数 只诞生了一万六千名的宝宝 相较于好市府时期 几乎减少了一半 其中一个名额还是我贡献 让年轻人愿意结婚 安心生养更是刻不容缓 如果一个连水门开关的操作程序 都搞不清楚的人 我们又要如何期待 他们可以带领台北 所以接下来的台北市长 必须要具备极战力 更没有办法等待实习市长的成长 最后合影蒋万安挥手 陈时中比心黄珊珊左右都比出三三 三人眼神动作从头到尾没交集 天新闻花笑品林佳慧台北采访报道 好 今天的交叉结问 大致上都聚焦在市政 唯独在第二轮的交叉结问上 陈时中突然对两位对手提问 对于蓝白气宝新竹换台北的看法 对此讲万安反批 说心中一直有蓝绿的人才会周结 说好的市政辩论还是来了唯一政治题 新竹换台北蓝白合不合 这种牺牲同党要来换别人的政治利益 那蒋万安你认为这样是你选情告起 才会这样戳降的一个下策吗 心中一直有蓝绿的人才会一直纠结在颜色当中 嘴巴上一直在讨论气宝的人 心中才是真正在想的气宝 我也要请教黄山副市长 你对柯文哲市长有信心吗 我想先非常感谢柯文哲市长三年前 请我到台北市当副市长 让我有机会能够证明自己是最适合的市长人选 同样让达者有共识的还有回应少子话 少子女话是国安危机 你们一位市卫副部长 一位长期在未还委员会都束手无策 台北市为什么从270万减到246万 其他的城市也没有减那么多 所以台北市也应该要检讨整体的育额的政策 好龙兵市长的时候 我们台北市新上的人数2万9将近3万 但是柯市长就任之后 一路下滑到去年只有1万6千多 小文对手却接连被樊江一军 但说到大巨蛋提黄山山做足准备 所以他不是自己讲出来的 他是法院让他施工的 金剧反击陈时中也有 讲完委员的提问 在问说水门的关闭 其实他又刚刚一样 有些问题已经讲过了 讲一遍他还听不懂 我讲过两三遍了 今天我再讲一遍 看看能不能听得懂 双税的人不是我 全民的疑问 你又拿粗暴的言论 大可不必的态度来面对 其实如果陈松先生 你好好的清清楚楚的 把人民对于疫苗采购整个过程 包括高端EUA的审查 能够交代清楚 我们根本不用问第二遍 第三遍 第四遍 以子之谋 攻子之盾 TV片新闻 李国正清晃柔 台语报道 好三番针对了 市政问题正面交锋 那当中当然也谈到了 大巨蛋的弊案 陈时中提问 该是谁来负责任 蒋万认为 这已经沦为中央跟地方的口水战 而黄山山则强调 是柯市府在善后 大巨蛋弊案中 马英九 郝龙斌 柯文哲 三位市长说 三位市长中 你们认为 谁应该要负比较大的责任 大巨蛋很简单来说 就是国民党的弊案 柯文哲是否来善后 民进党卡关 一颗大巨蛋 负了这么多年 负不出来 到底谁该负责 该怎么办 在我副市长卸任之前 我已经完成 跟远雄重新的议约 我们取回应该得到的权利金 一个说中央在刁难 一个说地方在护航 这么重要的公共政策 都淹没在中央跟地方的口水当中 我想我可以和市民保证 一定会让大巨蛋 成为棒球的大巨蛋 运动的大巨蛋 不只缠送多年的就案要解决 泥沙台风造成百林桥下 50多辆车泡水 又该如何改善 陈忠先生曾经说 如果他当选台北市长 只要水门外有车子 就绝对不关水门 请问陈忠先生 您知道水门的用途是什么吗 市政在管理的时候 他就有一定的SOP 但是SOP不是乱导 SOP有一个顺序 把顺序用来清楚 这样做得更好 比起偶尔来一次的台风 每天都让那壶人抓狂的 那颗塞车 当然更是台北市政难题中的大魔王 那颗里面还有很多新兴的大楼 还会有人进驻 所以不恶化是最重要的目标 它还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比如像我们几个扎道 我们可以把它改善来 那环东我们可以接得远一点 除此之外 小子化带来的台北市人口问题 高房价高物价还有电力不足 都成为辩论会上短短数十秒的言语攻防 就看选民能不能从中听出 谁说的才有用 台北市人余信翰庄志伟 综合报道 好 碍于条件受限 所以这一次台北市长候选人的辩论会 只能邀请三位候选人 却有人因此跑来闹场 这名男子趁着安检之前闯入会场 还穿着电视台的衣服帽子 巧装成工作人员 辩论会一开场 一名男子突然冲上台闹场 抢麦想发言 马上被维安和工作人员驾离 带离的过程还算平和没有抵抗 不过这人到底为何而来 这名81年次的朱姓男子 身上穿着电视的工作外套和帽子 乔庄在安检前就以潜入埋伏 跟外头的苏焕智配合 趁着大家不注意冲上台 维安和工作人员立刻制止 没有影响辩论会进行 此次台北市长候选人共有12位 苏焕智认为不公平没揪他 而TPBS和三立电视台 共同声明此次的辩论会 遵守选办法 没有违反任何法令 未来北市选委会 也会替12位候选人 来举行证件发表会 这次受到各种条件限制 只能请民调最高的三人到场 而不只场内有插曲 场外也是 这次辩论警方划设了 两个意见表达区 那么刚才在陈时中 准备步入会场的同时 蓝营议员候选人 也在外面喊着下架民进党 甚至还发放这个金具扑克牌 蓝营候选人一看到陈时中 步入会场隔着百公尺呛瞎 但人数不够声音也不够大 陈时中似乎没听到 但一旁黄珊珊的支持者 高举感谢都庚标语 黄珊珊也在辩论会中呼应 等一下大家出去 可能会看到一个水源 二三起的住户 在外面举拍支持黄珊珊 同样的 现在就是因为 我曾经协助过他们 公版都庚 现在已经送案了 北市辩论 不使候选人交锋 场内场外都有戏 第四周 你们会撞下约 SNG小组台北长报道 好 当然选举已经倒数 第21天了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解析的是 三位候选人 在今天的辩论对策 那线上替您邀请到的是 师大的政治学教授 曲教授 曲教授您好 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教授 首先要跟您请教的是 蒋万安在声论的结尾 他向陈时中提出了 防疫的七大问题 不过陈时中部分 他很巧妙地回避了 那您认为 这对陈时中的选情 是否会造成任何的影响呢 我想太大的影响是不至于 因为今天这场辩论的结果 我个人的看法是蓝的还是蓝的 绿的还是绿的 不蓝不绿的还是不蓝不绿的 所以也就是说 他基本上产生抢票的效果 应该不是很大 当然相对的失票的效果 也不是很大 但是从议题上来讲 我觉得陈时中 陈前部长有蛮可惜的 因为今天这个机会 其实是一个可以让一个 大家已经质疑他很久的一些问题 至少选择其中一部分 他要能够清楚地说明白的话 会更好 但是显然他还是用一个 在当部长的时候的一个态度 他觉得外界多多少少是在找麻烦 所以他说这个装税的人叫不行 那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的话 我想会对一些想要等 了解这一次的疫情的过程当中 疫苗还有一些其他 像跟这个防疫相关的一些问题 想得到一个比较清楚的答案的人 会有点失望 好那至于教授在黄珊珊的部分 今天一整场辩论会听下来 很明显他不断主打的是 自己的市政优势 尤其他强调自己在台北市服务 已经24年了 那这对于拉拢选民的效果 您认为在这场辩论会当中之后 大概可以加几分 就是陈如我刚刚所说的 今天的整场辩论 你说要加分要减分 其实效果应该都不明显 而是候选人 候选人是不是能够抓到这个机会 把自己的专长能够显露出来 或者说外界想要从他那边得到的答案 他是不是能够利用有限的时间 某种程度上能够做个说明 那么今天黄珊珊就在这三个候选人里面 她很明显的把她的优势 也就是她做了21年的议员 以及将近三年的副市长的这一个经历 她是很清楚的表达出来了 那么这个对于增加或者强化 她的支持者的支持的信心 信念应该是会有所谓的加强的作用 但是说要去抢票的话 尤其是要把支持蒋庵安的群众的票 或者支持陈时中先生的票 要转换成为支持黄珊珊 这一点可能效果不会那么明显 好所以对比较死忠的选民来说 这场辩论会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 不过接下来教授我们也来 剖析一下陈时中今天的深论 他一开始花了三分钟的时间 主要聚焦在蒋万安身上 甚至他还提到了蒋家的背景 反而是把比较政策面的东西 放在后半段 那这样子来说 陈时中的策略又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是个很明显的一个战术运用 也就是说陈时中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其实也就是所谓的气宝效应 所以他在今天洁变的那个部分 最后一次质询的时候 他提出来了赵少康抢的那个 台北跟新竹交换的 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他也就是在防止 所谓的气宝效应的发生 那么他在今天这个辩论 他在可以说深论的部分 一开始他就提出来的 这个蒋万安的蒋家背景的立场 这个很明显是在巩固 深绿的票源 也就是说他告诉深绿的群众 那么构起他们回忆起 对于两讲时代的威权的做法 以及对一些的台湾人 所谓的台湾人的不公平的待遇 他要唤起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所以他们特别的一开始 就做了这件事情 不过这个做法跟他今天 另外有一个主轴 他在这个深论或者在这个 达询的过程当中一再的呼吁说 大家不要加强这个仇恨值 他没有再强化仇恨值 那么但是他一开始在讲 这个呼吁或者说 他帮助一部分的选民在回想 或者重新回忆起当初的 这个蒋家的这种威权的做法 这个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点 这个在搞这个蓝绿的对决 或者说是有一点点增加仇恨的 这样子的一种作为 那这个作为对增加 现在在三个候选人里面 对增加他的仇恨值 因为他现在在三个候选人里面 他的仇恨值相对来讲 是已经比较高了 那么他这样子的做法 会更加强他这个特色 不过对于巩固他的 深绿的票源来说 是会有帮助的 好 讲到巩固深绿票源 最后要请教教授 陈时中今天强调自己 跟中央的关系 是最好的 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关联呢 我想这一点 我想陈时中最主要 最主要是要强调 他跟中央的关系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 他也可以跟中央 要比较多的资源 那么这个提一次两次 我想因为他不必特别强调 大家都会知道 就是执政党 中央跟地方 同一个执政党的话 同一个党执政的话 相对的来讲 所以资源的分配 是比较有利的 可是我大概 非正式的统计了一下 从头到尾他大概提了六次 这个时候就会让别人 有一个怀疑 你到底是民选的台北市市长 还是中央官派的台北市市长 如果说中央跟地方 是同一个党执政 对于资源的分配 会更占便宜的话 那干脆我们就恢复 市长官派 不是会更 在资源的分配上 会更占便宜 所以我觉得今天 他一而再再而三 甚至三而四的 强调这一点 其实是对他的 对中间选民的影响 其实是负面的 好 所以和三位候选人 在声论部分 其实有自己的一些盘算 也非常谢谢 曲兆祥 曲教授您相当详细的解说 谢谢您 谢谢 好 再来要看到 今天在媒体提问部分 只有媒体问到 是否三位候选人 是支持被中共统一的呢 我们来看看他们如何回答 您愿不愿意在这里承诺 您设定的所谓设宅 万一跳票的话 就承诺不再竞选连任呢 媒体人钱义军 针对社会住宅议题 犀利提问 选将敢不敢承诺 设宅数量 绝对不是解决 年轻人居住问题的万灵单 而敏感的两岸关系议题 是否支持被大陆统一呢 难事否定的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这就是我们的DNA 对一国两制 当然是反对到底 恪尊中华民国宪法 坚守中华民国主权 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 法治人权的价值 这就是我的DNA 民主自由跟独裁专政 是不可能并存的 这就是我的立场 民主自由的信念 早已经升值人心 成为台湾人的DNA 是否赞成统一 蓝绿白都强调DNA 而作为首都 第一线的民防指挥官 台海局势紧绷之际 当选之后会续办双城 论坛吗 对爱磨我日气 他现在对我们有相当的一个 亲台的企图 我们跟他往来 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 陈生先生 蔡总统在双十国庆的文告中 才刚刚说 期待在两岸边境解封之后 能够逐步恢复两岸人民间 健康有序的交流 而你立刻就说不会续办 是在打脸蔡总统吗 民进党谈到两岸问题 始终是绿能你不能 北市长选举辩论第三阶段媒体提问 从居住正义到抗中保台 蓝绿白逮到机会救护丁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好在第二位线上邀请到的专家 是师大的东亚学的教授 范世平范教授 晚安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范教授 首先要跟你请教 在今天的辩论会上面 八月大陆围台军演 有飞弹飞跃台湾上空 却没有发布警报的事情 今天再度被提起 那么这一次陈时中 在打抗中保台牌 您估计对选民还会有所成效吗 当然台北市是中华民国首都 在全台湾22个县市当中 他对于 在于对外交或者两岸的影响 会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想陈时中特别也提到了 这个有关于两岸的一些 威胁的问题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 他有影响 但是相对影响是比较有限 那我因为为什么 因为大家还是比较偏重的是 市政的议题 那当然对于双层论坛来讲 陈时中是持一个反对的态度 那蒋望安跟黄珊珊都没有正面的回应 但我觉得会有影响 但主要是巩固基本盘 就是说可以看出就是 陈时中是刻意的 把这个抗中保台牌讲得很清楚 他也讲说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称叫中华民国 是取到一个类似民进党的 台湾前途决议文的说法 那这种说法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说法 也希望谢此能够获得中间选民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议题上来讲 蒋望安是有做充足的准备 我认为因为他知道 大家会问他这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 他这次其他问题 我看起来是有时候比较犹豫 有时候甚至会看稿子念 但是他在两个时间点 他是非常的慷慨激昂 坑枪有力 还有动作 就是第一个他在进行所谓的 他的证件进行说明的时候 第二个就是有关于在记者问到他 有关于这个抗中保台的问题 他是有有备而来的 所以我觉得他是要赦这个机会 来展现他对于台湾 看卫台湾的一个立场 当然教授今天媒体提问当中 很有意思的议题 是有问三位候选人说 如果社宅政策跳票 是否能够承诺不竞选连任 结果三位候选人都没有给出答复 这个部分我们又该如何的解读 当然这个是一个媒体记者提出来的问题 就是说你到底越本越去 把这个社宅当作你一个竞选的一个承诺 如果你没达到 你就不要再寻求连任 但是为什么三个候选人 都不愿意正面表达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 柯文哲这个社宅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承认是达不到目的了 他社宅的问题 基本上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因为他特别是台北市 寸土寸金 所以你真的要达到目的 并不是这么的困难 所以我想没有一个候选人 愿意做这样一个承诺 另外就是台北市 现在就算是社宅普社的话 会不会有那么多人 可以说是愿意留在台北 我们看到这次的议题当中 大家也谈到就是台北的出生率 还有是台北的人口的外移的很严重 那我想社宅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并不是全部 因为除了社宅之外 台北市的他的生活的消费 是比其他县市来的高 另外可能他在其他费用的支出上 也比其他县市高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外流人口会比较多 特别是这几年非常严重 那至于社宅的问题的话 他或许能够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但是很难解决全部的问题 那当然陈时中很强调 就是说他要透过中央的力量 来共同来协助社宅 那当然借此来表达说 他的执行能力会比较强 因为不可否认台北市的社宅 要建构完成 很大部分还是靠中央的协助 例如说有一些军事用地 是不是可以释放出来 作为社宅的用地 因为这限制到国防部 或者其他的部会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台湾的各个部会 五个院几乎都在台北市 所以他可能有比较多的公有地 那这些公有地 如果是光是靠台北市政府 可能很难去解决这个问题 可还是必须要靠中央来进行协助 所以陈时中也在表达说 他有这样一个条件 可以跟中央来协调 来释出更多的公宅 可能要建设的用地 好的确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辩论会当中 不断听到陈时中 强调自己跟中央的关系是比较好 那最后还想请问教授 尤其今天在第二轮的交叉结问 陈时中突然不问市政了 他反而是问起了新竹换台北的气宝问题 那这个用意又是什么 对选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当然就是 这个赵赵航先生提到就是 是不是用新竹换台北 就用林庚人 我们来放弃林庚人支持高宏安 来换得就是 这个蒋康安在台北市能够当选 也都抛弃黄珊三 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出来之后 当然我相信林庚人是非常不满的 黄珊三也不满 因为他们两个是被牺牲的 但我们看到新竹现在选情有点改变 黄珊三高宏安可以往下走了 林庚人往上走 那另外台北市来讲的话 当然黄珊三不愿意被成为牺牲者 所以我们也看到他表达抗议 那我觉得当然陈思忠这个时候 讲的东西 某种是一种离间的味道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你说是不是牺牲台北市 牺牲黄珊三 黄珊三是当事人 蒋康安也是当事人 所以他们会特别的尴尬 所以我觉得这件议题 其实他陈思忠讲出来之后 我看蒋康安是完全没有回应 没有针对这个议题 有提出任何的回应 那这个黄珊三大概有回应 但是比较间接 也没有很直接 因为我觉得相对于他们来讲 觉得这个问题跟他们自己是有关的 因为我相信这个黄珊三在讲的时候 一直强调就是柯文哲的市政成功 然后强调就是 他会延续柯文哲的政绩 那认为他不会被柯文哲给气保掉 我想他要强调就是 虽然是沙卡都 他还是很强的 他不能够被 也不会被柯文哲抛弃 他还是非常相信柯文哲的 那我想 这个黄珊三当然要表达这样一个坚定的 一个继续参选 持续参选的一个立场 好我们非常谢谢教授 针对今天的交叉结问 还有媒体提问的部分 做出了详细的解说 非常谢谢范世平 范教授您的解说 谢谢 谢谢 好再来关注的是 在辩论会之后 TVBS的最新民调当中也出炉了 那我们看到最新民调支持度部分显示 蒋万安是35% 大概下滑了两个百分点 而在民进党陈时中部分是26% 下滑了一个百分点 五党籍的黄珊三是20% 下滑一个百分点 整体来说 在最新民调支持度上面的变化并不大 那么针对谁的辩论表现比较好 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数据显示了 国民党的蒋万安 获得了35%的青睐 而民进党的陈时中是28% 那么至于在黄珊三部分呢 则是获得了19%的青睐 不过在这一个民调当中呢 有18%的民众是尚未表态的 那么对于自己的表现 蓝绿白三位候选人又打几分呢 他们一口同声说 要交给市民打分数 分数要交给市民来打 不能我自己打 至于评价 我们当然是交给市民来评断 打分数的事情 请就留给各位记者 或者我们的管大的观众 那就真的市民来打分 辩论会后TVBS即时民调 结果发现三人支持度 蒋万安35%领先 陈时中26% 黄珊珊20% 比起辩论前差距不大 至于这次有39%的人 有收看 估计是81万台北市选民 那谁表现好 蒋万安稍稍领先 陈时中28% 黄珊珊19% 只不过面对面的攻防 陈时中临场反应 好像有点紧张 在比赛前 我们当然都是 有高度的一个紧张 因为我自己本身 就是一位政务官 我们不是这种 从辩论队出来的 我已经尽力了 谢谢 强调自己 比的是内容 不是口才 但这场对决 有什么心得 黄珊珊却说感到遗憾 确实看到了一场 蓝绿恶斗的现实实禁秀 那很多的政策 他们所说的 其实台北市已经做了很久 所以我觉得这场辩论会 反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台北市 目前有的政绩 市政议题上 黄珊珊确实掌握地主优势 甚至交叉 结问环节 拿少子化议题出招 陈时中接任卫福部长 成立了少子化办公室 却只开了一次会 拿了7.91亿 因为他这个7亿 坦白讲 我不知道从哪里来 不过这种指控 都是严厉的 要有证据 会后前期 没有黄珊珊指控的 至于限电议题 将万安抛出这政策 但这真的有划算吗 言论一出 外界满头疑惑 上阵解货 指出国外也这么做 三角都不在隔空交战 但政策论述 就看选民买谁的单 TVB上做个报道 好 那么今天的辩论会 在过后是否能够 撼动支持率 网络上其实也掀起了 非常热烈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恐怕 对死中的选民 是没有什么效果 但对于中间的摇摆选民 影响可能会比较大 那么这些看法 该如何解读 要交给作合 好 文艺场也是 第一场的电视 台北市长辩论会 在今天是落幕了 不过我们就来看到 在这次的主题上 除了聚焦在市政议题上 是大巨蛋 另外还包含了 少子化 以及过去防疫成绩 疫苗政策 再来就是社会住宅 都是蓝绿白 三位市长候选人 关注的焦点 那到底谁的表现好 每个人心中 都有不同的评分 至于媒体人 伟安就说 蒋万是九十分 陈时中和黄珊珊 也不错 他认为 都有八十五分 但更重要的是 在这场辩论会之后 到底能不能够影响 最后在十一月二十六号 这一天选民投票 会不会来转向呢 其实网友有很多讨论 像是有人就说 辩论会其实就是 潮气氛用的 过去也没有决定的作用 另外是中间选民 他们认为不会看 只会影响到的是 部分的理性选民